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Digit Times Research日前对全球半导体行业份额的分析。 2023年,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份额约为60%,其次是韩国,份额为12%。 Digit Times Research称,由于2024年记忆体市场复苏,韩国的行业份额将增至16%。 与此同时,欧洲及其他地区11%,台湾7%,日本6%和中国4%的比例,预计今年将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 其表示,2023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在地缘和整体经济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Digit Times Research预计, 2023年,全球IC设计和IDM行业收入将达到5230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8.9%。 展望2024年,该机构预测,在AI应用晶片和记忆体需求的推动下,全球半导体营收预计将达6000亿美元,增长17%,将进一步恢复增长。 2023年,半导体市场焦点转向AI设备应用。 AI伺服器出货量的大幅增长,推动了辉达的收入增长,推高了市场对高阶GPU的需求,并使该公司超越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英特尔。 在人工智慧相关应用需求增加的推动下,辉达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收入领先地位,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 此外,2024年伺服器、笔电和PC的整体出货量将增加,人工智慧设备的出货量也将增加,从而推动对相关晶片的额外需求。 Digitimes Research称,这将促进相关晶片和记忆体行业的复苏, 同时也有助于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扩张。 尽管有几个有利因素将影响2024年的半导体市场,但Digitimes Research表示,应密切监控几个潜在的破坏性变量, 例如通货膨胀、地缘、多个国家地区大选以及整体经济变化。 另外,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日前更新了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预测, 预计全年半导体销售额将增长24%。 机构表示,鉴于2023年第四季度,半导体收益高于预期的8%至13%, 因此预计2024年行业有望强势反弹。 此前,根据多家机构统计, 2023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约为5500亿美元左右。 Tech Insights表示,生成是AI需求的飙升,推动了记忆体晶片行业复苏, 部分地RAM平均售价和需求都在增加。 该机构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过6500亿美元, 2025年将增至超过8000亿美元, 2026年进一步增至接近9000亿美元。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正在日本东北部进行大量资本投资, 该公司致力于研发领先四代的大规模生产技术。 相关供应商也在附近的工业园区设立工厂, 在东北地区创建东京电子供应链圈寻求恢复日本作为半导体中心的昔日辉煌。 东京电子位于工程县的第三座开发大楼正在建设中, 预计将于2025年春季竣工。 东京电子工程副总裁Yobutodai表示, 他们正在与客户合作,开发面向未来四代的技术。 东京电子工程开发并生产等离子刻式设备, 该设备可处理通过曝光在涂在晶圆上的薄膜上形成电路图案的过程。 除了两座开发和生产大楼外, 东京电子工程于2021年开设了一个创新中心, 与其他公司进行联合研究。 与此同时,在沿首线澳洲, 东京电子技术解决方案公司Tokyo Electron Technology Solutions 正在建设另一个核心晶片制造工艺晶圆陈基设备。 该中心正在建设一个生产和物流中心, 预计将于2025年秋季竣工。 这将是该公司在澳洲的第七家工厂。 新大楼将有两层, 陈基设备在二楼生产, 一楼将设有一个配送中心, 存放合作伙伴、公司制造的零件, 以缩短交货时间。 澳洲工业园区12个地块, 已全部预留。 据称,计划在那里设立工厂的五家公司中, 有四家与晶片制造相关, 其中包括东京电子子公司。 许多日本半导体制造商 在与海外公司的投资竞赛中落败。 与此同时, 供应制造设备和材料的公司 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将支援晶片制造工艺的半导体相关公司 聚集在一起, 可能是加强日本晶片供应链的关键。 与此同时, 日本公司Lypidus 正在北海道建设先进半导体工厂, 由建筑公司Kajima陆导建设负责承建。 然而, 由于北海道的极端天气, 晶片工厂建设进程受阻。 陆导建设曾为台积电, 凯霞, 联电等建设晶片工厂, 台积电雄本一厂的迅速建成便得益于这家公司。 在全球建设半导体投资热潮的背景下, 这家公司实现收入和股价的飙升。 由日本政府支持的Lypidus晶片工厂, 位于纬度较高的北海道地区, 工厂位于积雪、 冻土地面上, 且与主要人口中心相隔甚远, 这给建造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陆导建设项目总经理Koichi Taikano曾发誓要暗示完工, 但他现在在施工现场表示, 经验不足的团队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Lypidu晶片工厂于2023年9月开始建设, 目标是2027年实现2奈米制成量产。 这就意味着在量产之前, 需要在2025年启动试验生产线, 并在2024年底前完成约一半设施, 这样ASML等设备、 供应商才能够从12月开始安装设备。 据悉,陆导建设在过去10年间, 主导建设了至少10家晶片工厂, 这家公司也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关键。 业界表示, 北海道的建设成本越来越高, 由于长期劳动力短缺, 以及严格的工作场所规定, 工人竞争加剧。 此外, 由于日元疲软、东欧冲突等, 使得材料和重型设备的价格被抬高。 这一现象, 不仅影响晶片工厂建设, 同样影响到其他建设开发项目。 据了解, Rapidus工厂工地, 为了在冬季多雪环境施工, 在占地5.29公顷的工地上, 覆盖大面积帐篷, 以保护土壤, 不被积雪覆盖。 此外, 使用加热器和风扇, 为整个区域保暖, 使施工能够继续。 陆岛建设公司让员工全天候工作, 尽管夜班和周末工作的成本, 至少要高出25%。 该公司甚至做出特别安排, 在早晨6点进场之前, 雇用当地公司清除施工区域周围道路上的积雪。 陆岛建设公司项目经理承认, 要在2024年12月前完工存在风险, 会面临工人短缺, 成本激增的挑战, 但他已经规划好各种情况的应对措施。 该公司计划招聘多达4500名工人, 并在短期内开始夜班工作, 以加快进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